我们首先机器接上电 然后打开电源开关 注意这个机厅开关 我们正常是旋转打开的 然后对上面一个是加热开关 下面这个是输送带的 然后呢 第三个是这个送膜的 然后第四个是手动和自动模式 然后这两个按键 类似的是手动控制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摆放瓶子的这个分序 我们首先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是一组是三个 然后它会过来 我们先对比一下 在这个位置 感应到之后 这个是感应器 感应到瓶子有过来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气缸它就会往向前推 相对来说我们是四个也是这样 但是这个位置不对 如果说我们比如说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瓶子 我们正常一个瓶子 应该位置是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它就感应不上了 我们就把这个螺丝松了 把这个固定螺丝 给它松一点 然后呢 向前调 调到感应到这个瓶子的位置 像在这个位置 它瓶子手这里过来的时候 感应到瓶子过来 然后呢 这个气缸就会向前推 然后就会推到对面 我们如果说是四个瓶子一组的话 像这样 过来的时候 这个位置就有点偏差了 因为这个气缸是以这里为基本的 我们就要不要把这个光眼 感应器给它调到后边 然后就是四个瓶子 对齐的位置 像这样 因为以这边为准 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个光眼 给它调到后边 最后一个瓶子感应到 然后呢 这个气缸会向前推 是这样的 如果说是三个瓶子 也是这样的调 调色方法都是一样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那个 例如说 两 一组是四个 然后我们是两组 也就是说八个 我们就需要调这里 这个盖子打开 看这个 我们这里呢 比如说是一 就代表是两组 就是四个两行 如果说我们给它调成零 那就是说 就是一行 来一个 我们就推走一个 然后调到一 也就是代表两行 然后二是代表三行 也就是作为我们的行数 减去一 然后就是 三 也就是说实际是四行 然后我们这边是三 就是推三度 就是这样 然后上面这个是温度 也就是说我们根据我们这个产品的磨的厚度来调 我们正常也就150或180这样的 如果说磨的磨比较薄 可能130也行 这个温度是根据我们这个 磨的包装磨的薄和厚来调的 然后 下面对下面这个这个温控表 这个是那个封切的时间 也就是我们切磨的时间 这个是代表是 90 这是现在我们这个磨的厚度 如果说磨的磨比较厚或者说比较薄 我们这个 可以根据上面这有一个加减号 像这样 在这加号可以一直调 调到99 接下来就变成0了 然后这有三倍后 这个是不够用的 现在就没有了 试一下这边 应该那个试一下 看下来就有一个 四 四 三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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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再推一个的时候 它就传过来了 对吧 对 我说我们这个是靠 后面的一包往前推 然后呢 前面这一包就会进到这个 猪猪鸡里 对 后面一包 比如说猪猪鸡 因为我们这个模具比较大 这两个杆子是要后来装的 对吧 这个杆子是随机的 到时候我们是根据这个产品的尺寸 来调这个看度 如果它换瓶子的话 要调什么 这个要调 调适合 如果说我们要了 更换瓶子的大小 就调这两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 这个是很宽的 像现在这种 两个瓶子都放进去了 这样就不行了 我们必须要根据实际的 评论的看度 来调这个 距离的 不要调得那么紧 不要调得太紧的话 如果会给它夹住的 正常我们这边有点油量 油量就行 在里面 大概两边 有个两三个毫米 总共油量大概五个毫米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把这个火紧就可以了 前面呢 那个电盐啊 气缸啥的 气缸我们暂时没事 气缸没事 气缸我们是根据那个瓶子的大小 如果说瓶子是比较很粗的那种 然后我们就需要把这个三个星星开关要调一下 也就是说后面这个 我们是调它这个 往回 回到什么 回到什么位置 就是说我们气缸推出去之后 这个是感应到里面有一个瓶盘的 然后说它感应到那个瓶盘 它会有停留的 然后前面这个也是 前面这个就是我们推出去 如果说我们需要推得很远 就要把这个星星开关向前移 如果说我们平的比较大 我们就不需要推得很远 我们就要把这个星星开关给它向后挪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它是调节它的行程 就是说向前走在什么位置 然后后面这一个是控制它往后走在什么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是把后面这个往前面的这两个 那这个后面就不需要调 然后这个交流滑 这个比如说我们觉得推得很快 像那种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开关 我们可以给它调小一点 它这个气缸的动作就会变得很小 就是说相对来会慢一点 这个也不需要调了 这个不用 这个我们就根据我们产品过来的 就像这样 慢点把那个关掉 像在这个位置 它就会感应到有产品过来 然后它就会有动作 我们正常根据你这个瓶子的缩量多少 你到这里来了 这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就需要一个瓶子 一个瓶子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光源给它向前挪 这个也要往前挪吧 对还有一个这个这个是挡瓶子的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这个位置到前面 都需要根据这个瓶子的数量 就是给它调的 来调这里 就是说我们一行有几个 像这个三个 如果说是两个一组 那就是这个挡板就要向前 我们正常是以这边为基准的参考 就要把这个导板向前挨 最后一个瓶子要压在这是吧 对 然后我们下一组的瓶子 刚好这个压板 可以把这个瓶子给它压住 如果它瓶子很高呢 如果说瓶子 我们那种很高的瓶子 我们就需要把 这边有固定的螺丝 然后螺丝松了 然后把这个板给它向上移 然后我们后面也有 后面也有 移动 全部移上 后面也有吗 它是吧 然后我们例如我们这个瓶子在这里 像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也不是说很高 我们可以把这后面这个螺丝 可以向上瞧 瞧到什么位置 松量是吧 这边两个 然后这边有两个 像这个螺丝可以给它松一松 向上移动就可以 然后参考的值就是 这个气缸在这个位置 这是最高的 以气缸 这个切它的底部为准 OK 然后我们这么上 基本上像这个平等 大概还可以上升到 5-7公分 对 这个是两个磨是吧 对 我们的上面一卷磨 下面一卷磨 是两卷 两卷磨 两卷 上面一卷 下面一卷 到时候摆放磨 有一个位置要求 什么位置要求 这有电 有今天 有的 这个机 没几天 你挨的时候 我挨到没有 不想挨了 我挨到没有 我挨到没有